王羲之 藍亭集序的最后一行 第28行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 第一个字这个折 这有点破 破笔 那我们要照着 把笔画 把它写干净 逆笔上去 勾 再过来 折笔 刷 这个都要过 挺 有时候要软 有时候要挺 推上去 这是带笔的动作 再来 意 这边有两笔 不要画两笔 这为什么原因 我觉得 个人觉得这也是一个破笔 把它比 然后 那个 或者 双勾填末 没办法做得很小 所以 感觉两笔 我们就一笔重一点就好了 好 带过来 加压 带过来 这样子 就是抑制 姜字 好 这姜字我们说 有时候是先写之外 但是 这边很明显 是先写这一点 而且很饱满 所以这饱满度要把它写出来 清 好 这有弧度的感觉 这是重笔 上去 然后这笔料也都很重 所以沾末量不可以太少 过来 带这一笔 过来 带这一笔 加压 上去 一点 这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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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 油字呢 我们说好几种情况 有的先写 那这个应该是先写横画 好 然后再带过来 勾上去 接这边 然后有点弧度 这个字 写得比较圆 圆润的感觉 把它写出来 过来 杆字 这杆字写得很斜 这些字画 拉下来 带上去 加压 斜度要做出来 勾 带过来 拉下来 起来 转折都很圆润 然后点 压一下 反比 推上来 好 勾起来 一点 两点 再倒勾 那这边有个弧度 这个 勾过来 所以这整个 杆字呢 倾斜都很夸张 都写掉了 再来 鱼字 一样 先写这一笔 但是千万不要降左了 还是要 直画先写 折一下 勾 这个 这样子 有点压一下 右边这个 都是很饱满 揉 要揉一下 饱满度 要把它写出来 鱼 后来 施 好 下笔 从这样子 有一点点 往下 从下面开始 这一笔 比较轻 待笔 这两个比较重 牵丝出来 加压 轻 重 注意看 这边 翻起来 再压一下 再弹起来 侧风 撇出去 翻转过来 加压 再勾起来 好 再來這邊很輕的切進來 加壓齁 然後這也是植樹加壓 煎的過來 絲字 那最後這個文字 當然本來不是要寫這個字齁 後來他把它寫得很大 這個文 那我們就沒料 含多一點來寫這個字 來 起來 這個純粹就是要把 約那爾字壓過去 所以 沒辦法做得很細緻